2012年 Ian 獅請 民眾姐妹們早安 早安 我要首先跟大家來說聲抱歉 我今天沒有辦法跟大家打招呼от探 更多跟大家握手 因為我的腸胃型勇敢 不想把这个东西传来给大家 所以请大家原谅我的怠慢 一会儿我们上会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 在旁边跟大家握手 请大家不要见怪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虚心的人有佛了 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结果 增长结果增长 那么我们要在主面前来多结果 我们要真能够成为主的门徒 虚心是我们重要的关键 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虚心 我们必须在弟兄姐妹 世界来彼此虚心来相待 所以虚心的人是有福气的 主愿意我们每个人都虚心 他特别来强调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 这一段的经文是连续性的 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 就是我们主耶稣所教导的一段非常重要的原则 有人将这一段称为天国大宪章 但是我们一般所熟悉的名称叫登山宝训 或者是山上宝训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耶稣登到甘宝山之后 来教导门徒们的重要的道理 其中马太福音第五章一节到十二节 这一段有八福之称 并且深受许多人的喜爱 尤其是我们华人 为什么呢 在我们华人文化里面 八这个数目字是大家所喜欢的 因为这个八跟发谐音 无论是在普通华菜国里面的八跟发 或者是宫东话也 八跟发 这个都是很谐音的 所以我们同胞就特别喜欢这个八福 那你说有百福更好 那圣经强调神明将最好的福气来赐给我们 主义书在这段经文当中就论到福气的八种来源 如果各位曾经去过圣地旅游的话 各位圣地就是指耶路撒冷 如果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的圣地旅游的话 您有机会到加利利海的北岸 有一座高企的丘陵 被称为八福山 为什么呢 因为据说主耶稣基督是在这里来传讲的登山宝训 那刚才就像大家 我们所讲的登山宝训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八福啊 所以这一座高企的丘陵就被称为是八福山 那在主力1938年的时候 在这座八福山上就盖起了一座教堂称为八福堂 这座八福堂它的建筑呢是呈八角形的 那么它有八种颜色的玻璃窗 所以这个八角形跟八种颜色的玻璃窗就代表了象征了这个八福 那这八种福气的来源是什么呢 绝书说的是虚心的人 哀痛的人 温柔的人 饥渴慕慕力的人 连续人的人 清心的人 使人和睦的人 还有未必受逼迫的人 那我们今天首先跟大家谈的是这个虚心的人有福了 虚心到底是什么意思 虚心 我们先从我们的自己的母语来看 从中文来看 虚心它的意思是 千退荣物 心不自满 去打开中文大词点 它就是这个 千退荣物 心不自满 那么跟虚心有关的词汇呢 就包含了很多 比方说虚怀落骨啦 千冲为怀啦 谦虚 谦卑 谦虚 虚极等等 那么它的相反词 其实也有不少 就是自大 自高 自满 自私 骄傲 狂妄 放肆 等等的 那如果我们是从圣经新约的原文 也就是希腊文来看的话 那就更有意思了 虚心 这个中文词汇 在原文里面是两个希腊字 第一个希腊字叫做Photocos Photocos的意思是贫穷 那另外一个字是很牛马 牛马就是灵 灵 所以把它放在一起 虚心的意思就是在灵里头贫穷 在灵里头贫穷 也就是Win Spirit 那么很明显的希腊文的虚心 指的是人从心里面来知道自己是有限和不足的 这有限和不足 首先我们可以来推测到的来联想到的就是在能力 学识和经验上的不足 在能力 学识和经验上的不足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懂得所有的这样的东西 没有一个人可以获得所有的知识 那个基本上就是impossible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有几次跟丁东姐妹在查证的时候 谈到这个观念 就是我们中文把master跟doctor这两个英文字翻得真的不是很正确 master把它翻译做什么 硕士 doctor翻译做什么 博士 什么叫硕士 硕者大也 博者广也 是不是 所以这个意思是你拿到了硕士学位的master's degree 就是怎么样 哎呀哎呀就懂得很多很大的东西了 哦 那么博士呢就懂得更多的是宽广了 是不是 好像无所不知了 所以我们中国人说什么博学多文博大精深 是不是 哦 其实 真正去读了才知道 越读 越多越高越深 他其实他懂得范围就越窄 就越精 是不是 哦 我第一个专业是历史 哦 我的这个同学呀 有拿到博士学位他写的题目是什么 雍正 清朝的雍正皇帝 清世忠啊 雍正皇帝的密哲制度研究 哇 竟然就能够用这个题目来拿到他的博士学位 我请问一下他懂得到底有多少 他懂得就是中国历史里面的清朝历史里面的清世忠时候的那个时候的密哲制度 就只有那一段的历史而已 你说他懂得多吗 你说他懂得广吗 其实不是 所以我常常在讲 马克思应该把它翻译做专事 当然应该把它翻译做经事 翻译做硕士 博士就让我们同胞容易起了误解 因为这个人真的是无所不知了 是不是 其实真的拿到了措施博士才真来知道自己了解的不多 懂得的不多 是不是 那么虚心不只是知道自己在这个能力 学识和经验上是不足的 其实真正虚心也会来知道自己是在道德上不足的 所以虚心的人他不会自以为意 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完美的人 他知道自己也是有缺陷的人 他知道自己也是有软弱的人 他更不会去喜欢论断别人 不会坚持己见 也不会得理不饶人 那新约里讲的虚心 那新约里讲的虚心更是指我们明白自己 对于神的话语的了解是相当的贫乏的 跟神的关系更是疏离的 而这样一种认识就会使我们在那位创造天地的主 那位独一的真神 永生的真神面前会谦卑下来 见而会生发一种渴慕追求的心 当我们大家愿意迫切追求神和祂的道的时候 祂必定会让我们来得着 只要我们真的是谦卑下来虚心的去祈求去寻求的时候 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主耶稣 祂就特别讲说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祂的前提就是我们必须在祂面前谦卑下来虚心起来 那么我们前面说过的虚心的繁衣词是自满自夸自大 启示录的七教会书信当中 提到了一个老底家教会 这老底家教会是一个在灵性上虚心的最佳反面教材 不是正面教材而是反面教材 为什么呢 在启示录的三章十七节 圣经是这么来斥责这个教会的 你说我是父祖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 你看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是这样的斥责这个教会 老底家教会的 因为他自己说我是父祖 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 我们的神对他的评断是什么呢 却不知道 却不知道你是那样困苦的 可怜 贫穷 瞎念 赤神的 原来当我们自以为了不起 当我们自以为完整了 自以为富足了 在神面前我们确实什么都没有的 那放眼当今的教会界 不难发现还是有许多跟老底家教会一样的基督徒 自以为属灵 自以为什么都懂 在众人之上而目空一切 但这样的人在主的远中 却被看为贫乏 残缺 无知 所以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 不要做老底家式的基督徒 我们要做的是虚心的基督徒 那我们如何来实践虚心呢 我们了解虚心的意义之后 我们要看看虚心的实践 首先我们说在神面前 我们对神 虚心的人能够真心领受神的话语 虚心的人能够真心领受神的话语 在以赛亚书的66章第二节 神说我所看过的就是虚心痛悔 因我化而战精的人 这个虚心痛悔的虚心呢 虽然它是西伯来文所写的 旧约原文是西伯来文 虽然它是西伯来文写的 但是这个虚心 它的原来历史也是贫穷 知道自己是穷困的 自己是缺乏的 知道自己是不足的 所以我们的神所看过的 就是这样的人 知道自己是不完整的 知道自己是缺乏的 知道自己是在神面前 必须来悔改的 但是有些身为基督徒的人 就会以错误的态度来对待神的话语 有哪些态度呢 一个态度是将神的话语当成了参考 将神的话语当成了参考 就是需要时候从里面找一两段经文来支持自己的见解 或者是做法 所以今天也有不少的传导文是这个样子 有一次我在台湾的一个 叫做校园福音团系 Kemmas Related Fellowship的大专门徒里面当讲员 三天的聚会结束之后 柳一群年轻人他们是从台中去的 一个长保教会的 那这些基督徒呢 年轻基督徒 他们就跑来跟我们说 请牧师你的讲道跟别人不一样 至少跟我们的牧师的讲道互相 我说有什么不一样 他说你都在讲圣经 我说牧师讲道不是应该讲圣经吗 他说我们的牧师不是 我们牧师就要讲政治 就要讲社会 然后再拿几句圣经来做总结 来支持他自己的见解 所以你看有牧师是这个样子 那有这样的做法的基督徒 更是不在少数了 是不是 他们是把圣经当作参考书 当作参考 我需要的时候从里面来抓适合我的情况 我需要经文就好了 尤其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查考圣经的经文更加方便了 以前我们还要去买经文汇编 不然就是要这个拼命的去记经文 是不是 现在不是啦 现在你可以在网路上查考 或者是直接用手机的案来查 你心里想要什么东西 找到那个关键字关键词之后 这个王子这里面这么一输入外出来一个经文 然后我们就这样一节一节找 找到这个就是我要的 然后就认为这是神给我的经文 所以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 将神的话语当成的参考 另外一种基督徒是选择性的顺服神的话语 选择性的顺服神的话语 我碰过这样的地方有没有 他告诉大家 都要特别的来这个惯性他 要来照顾他 因为他说圣经说你们要彼此相爱 所以你们都应该要来爱我 有这样的基督徒 他是选择性的 但我告诉他 其实你也应当要来对其他的弟兄姐妹 要来付出 因为圣经说的是相爱 这个相爱是互相 他爱你你也要爱他 他帮助你你也要帮助他 但是他显然非常不以为来 他总认为 而且你们可能不敢看 这个基督徒 他其实还是蛮有学问的 他告诉我说其实这个相爱的这个相呢 不应该把它解释作是互相的相 他说这个相应该是一个虚词 应该把它解释为代名词 也就是你们应当爱我 彼此相爱是你们应当爱我 他竟然能不能掰出这样的道理 这是选择性的顺服 他只要别人去照着圣经去来对他付出 他不应该照着神的话 去对别人付出 这是选择性的顺服 另外一种是按着私利来解释神的话语 按着私利来解释神的话语 这个在新约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使徒彼得 他就特别的来提醒弟兄姐妹 不可以按照私利来强解这个圣经 为着自己的好处来解释 第四种是为着私利扭曲神的话语 那第五种是在神的话语上另一权威 这个在神的话语上另一权威就更危险了 我们往往会在不知不觉当中 把若干我们在世界上的事物 把它放在跟神 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教导跟神的话语 同等的这个地位上面 有人是把传统 有人是把这个会议学义 有人是把这个世界的潮流 当作是跟圣经有同等权威的事物 我们可以看到天主教就是这个样子 天主教他们把这个他们教会的传统 他们把教皇的这个旨意 御旨把他们大公会议 书记主教会议的学义 都当作是跟圣经有同等的权威地位的 那你再看看这个摩门教 摩门教他现在这个在我们这个地方 也开始多起来了 你常常可以看到有两个人 穿的非常的整齐清洁 白上衣黑长裤 然后呢这个有些都是骑着脚踏车 还戴着一个脚踏车骑士的安全帽 那他们上面就会挂着一个牌子 耶稣基督末世圣徒 这个就是什么 我们教他们在圣经之外 他们同时还有所谓的这个摩门经 有五甲的珍珠 有教义与约 他们认为这些都是跟圣经有同等地位的 这样的一个经书 所以举凡是有这些的东西存在 这些就不是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神的话语 一个真正虚心的人能够在神面前是真心来领受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信 我们就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去传 那么虚心的人也能够谦卑来寻求神的恩助 虚心的人能够谦卑寻求神的恩助 我们到神面前 祷告 我们的心态到底存在是什么 记得在对观福音 福类福音也就是马太马可 路加社三个福音书当中 记载着一个小孩子 他被鬼附身把他缠的折磨的很痛苦 他的父亲到处求助 来找了主耶稣的门徒 结果我们的父母也不能够帮助他 他只好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他求主来医治他的这个被鬼附了多年的儿子 求主让他这个儿子得招自由 得招释放 那主耶稣问他你信吗 你信我吗 这个父亲他的答处非常有意思 在马可福音九章二十四节 为胖文弟兄姐妹能够把这节节节目给背下来 马可福音九章二十四节 他对主说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你说 今天 我们在场称为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 人家问你信不信主耶稣 我们的回答当然是说 我信 这样一个信来到主面前 跟他祷告 跟他祈求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 能够像这个父亲一样 来告诉主耶稣 主啊我信 可是我信心就是那么的软弱 我信心就是那么的渺小 我信心就是那么的不足 所以我需要求你帮助 我需要求你帮助 希伯来说 那到神面前来人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他寻求他的人 这样的一个信 不是在于说我的信心有多强了 比如说我们自认为信心很坚强 然后很稳固 我是一个有充足信心的人 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是主啊 我要这个我要那个 我相信你一定会来赐给我 但有些基督徒他们喜欢做宣告式的这个祷告 主啊我这样祷告我就必得着 主啊我这样的祷告你就必赐给我 这样不是正确的信心 其实这样也不是正确的这个祷告的心态 为什么呢 这样一个祷告 往往是把我们的主当成我们的仆人 是不是 他是我们的主人 可是我们却把他当成我们的仆人 主啊我要这个主要我要那个 我现在奉你的名来起手 所以你就一定要给我 你说这是不是把他当成了仆人 我们只是借着这样的一个祷告 作为一个吩咐 你一定要来给我 No 这个父亲他说的是 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卑微的祷告 主耶稣随听了 他接着就自好他那病得很苦的孩子 所以虚心的人能够真心领受神的话语 虚心的人能够谦卑的寻求神的恩助 虚心的人也能够诚心向神来认罪悔感 其实他曾经提到了养人的祷告 一个是这个很自以为意的人 一个是知道自己很无悔的人 那么这个自以为意的人呢 可以说是法律塞人 也可以说是财主 他们是自己以为什么都有的 财富很多 公益很够 结束他不怜悯这样的人的祷告 不垂听 他反而说的是那个税吏 他看动的是那个税吏 他说那税吏远远的站着 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只吹着胸说 神啊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 比那人道算为义了 因为凡是高的必降为卑 自卑的必升为高 看到没有 绝书在这里说自己以为是高尚了 现在呢这个流行的话叫高大尚 是不是 南的叫高大尚有的叫什么 白富美 是不是 这个这个这个 现在的这个时髦的话 有的还都给注意一下 这个不然到时候人家讲的咱们都听不懂 自以为高大尚 自以为白富美的 主耶稣要让他降为卑 要夺去他有的 可是在主面前自卑的 自己知道不够的 不完美的 我要将他升为高 自卑的必升为高的 所以使徒宝博他也曾经了 非常严厉的来责备那些拒绝不悔改的人 在高马书二章五节 他对准这些人 房地下人文室 已经认证刚硬不悔改的心 除掉 代之于那个虚心 代之于知道自己不够的那样的心 所以这是对神 我们要虚心 对人 我们也照样要来虚心 虚心的人会怎么样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虚心的人会看重别人的需要 虚心的人会看重别人的需要 我们请大家来打开 福利比书二章三道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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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 预备 来 凡事不可接党 不可贪图屈服的人 只要重新谦卑 各人看别人也自己强 各人不要耽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阿们 不可接党 不可贪图屈服的荣耀 现在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出现的 是要顺心谦卑 顺心谦卑之后 告诉我们说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怎么样 顾别人的事 要看别人的自己强 所以虚心的人会看重别人的这样的一个需要 不是我自己的感觉 虚心的人所看重不是我自己的感觉 而是别人的需要 那虚心的人也能够体贴别人的心情 虚心的人能够体贴别人的心情 卢马书十二章四五到十六节 法国说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 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要彼此同心 不要志气高大 当要辅救卑微的人 不要自以为聪明 你看到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 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景 有人可能因为什么事情的发生 触及了他的伤心处 所以他就痛哭流涕 在旁边的人就会说 这有什么好哭的 一停就说没有 坚强一点 说这样的话 是把自己 是让自己站在一个 跟当事人不一样的这样的高度 不一样这样的地位 所以没有办法去体贴这个人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 不要志气高大 然后不要自以为聪明 这个要怎么样 辅救 辅救 就让自己去跟那个人同一个地位 同一个态 这个高度 同一个情境 所以这样才能够真的 与喜乐的人同乐 与哀哭的人同哭 第三个世纪人他愿意去了解他人的处境 使徒保罗他在哥伦多前书第九章特别讲到 他说像什么样的人 我就做什么样的人 像什么样的人 我就做什么样的人 我说这个事情真的是不简单 我做圣经辅导工作很久了 这个叫做bibritic counseling 我不知道大家 我知道我们蛮多的弟兄姐妹去进修神学的 去读神学的课程 这是很好的事情 我鼓励大家 如果有机会的话去选读圣经辅导学 这个bibritic counseling 这个bibritic counseling 它里面有一个大师叫做 Janny Higgins 这个 中文不知道怎么讲 亚当师吧 他的书很值得去看 那么圣经辅导学有一个重要的 一个立场 一个原则就是要有同理心 我们不是只有同情心就够了 我们还必须要有同理心 同理心是什么呢 我们用美国人加码就是要穿上那个人的鞋 Pull ourselves into the other's shoes 我们要穿上别人的鞋 穿上别人的鞋 我们才知道别人走路是什么感觉 穿上别人的鞋 我们才知道他那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 这叫设身处地 设身处地 让我们站在他的这样一个处境上面 去设想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而不是我站在旁边看 然后觉得他很可怜 同情跟同理还是不一样 同情是觉得这个可怜 同理是设法去了解他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可怜 所以虚心的人他就愿意花时间去了解别人的这个处境 那虚心的人还有一点可能成为他人的陪伴 虚心的人可能成为他人的陪伴 这最好的榜样 最好的意思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他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的中间 他的重要的一个理由是什么呢 在西伯来书二章四节 他说 因此亲自地跟我们一样成了血肉之体 所以他会经历跟我们一样的软弱 困乏缺陷 然后这个愤怒 然后痛苦 是不是 他都会跟我们一样的来经历 然后最重要的事情是他是住在我们的中间 他就成为我们的这样一个陪伴 他在读旧约的约伯记的时候 所以发现约伯这四个朋友 在约伯的痛苦最深刻的时候 想来帮助他 因为他们的帮助呢 却让约伯更加痛苦 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通理心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站在你约伯更高的这个地方 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打算陪着约伯来度过这段的时期 他们只说你要赶快从这里面出来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最好辅导的方式 就是在那个人的旁边 就陪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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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什么话都不用说 此时无声圣无声 你看五个使徒保博 他在菲利比斯第二章他感谢菲利比教会 为什么呢 保博这个时候是在罗马这个监狱的 他是被被被被被被被关起来的 所以菲利比教会特别拆开了一个叫以巴弗提的同工来陪伴他 在当时的法律里面可以 可以去陪人家坐牢的 所以菲利比教会拆开以巴弗提去陪伴我坐牢 保博就说他是我的兄弟 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 是你们所差遣也是攻击我需要的 这个人他成为保博 在最穷困潦倒时候的同胆 只有真正虚心人能够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那虚心的赏赐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虚心的意义虚心的事 这样你看虚心的赏赐 主耶稣讲的很简单 天国是他们的 虚心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天国也就是神的国 也就是神的王权 神的权柄所集的这样一个地方 那么神赐给属灵上虚心人最大的祝福 说天国是他们的 这天国是他们的 这代表的是什么呢 在以弗所书一章第三节 特别讲到这个 他说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都是这样的人 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 以弗所书第一章三节 以后就列出了其中的几样 包括了蒙神的简简和救助 得到神的儿女的这个 神儿子的名分 拥有天上的基业或产业等等 这些都是关乎永恒的 但是呢 其实我们在属灵上虚心人 也能够在今生今世 来得到神许多的祝福 有首诗歌我们喜欢 叫神未成应许 神未成应许 这个神未成应许 他有两种这个唱法 有两种调子 有两种调子 那么其中一个呢 一个是神未成应许 天舍苍蓝 大家有唱过这首诗歌 然后他的副歌说的是 生活有力 行路有亮光 做功得习 试炼得恩助 为难有赖 无限的体谅 不朽的爱 这是我们在生的国里面 我觉得这副歌里面 所讲的就总结了 我们在神的国里面 在今生所能够得到的福气 真美啊 我再讲一次 生活有力 行路有亮光 做功得习 得安息 试炼得恩助 为难有赖 无限的体谅 不朽的爱 这是我们在生的国里面 我们作为属灵上的虚心人 所能够得到的 今生的祝福 然后圣经特别强调 我有虚心的人 才能够得到神的恩典 所以 你在雅各书 你在彼得贤书 你在真言都能够找到 同样的教导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那么我们虚心的人 做一个在属灵上虚心的人 还能够得到神哪些的恩典呢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心愿蒙神垂经 心愿蒙神垂经 在诗篇 第十篇第17节 经上说 耶和华千悲人的心愿 你早已知道 千悲人的心愿 你早已知道 你必预备他们的心 也必侧而听他们的祈求 我觉得这段经文 特别有道理 特别有意思 千悲人的心愿 你早已知道 我们的神 什么都知道 无所不知 真的是感谢神 可是接下来 那段话有意思 你必预备他们的心 一个谦卑的人 在属灵上谦卑的人 他让神的圣灵 有充分的空间 充分的时间 可以在那心中 来感动 来运行 来做工 来引导 所以 经上说 你早已预备他们的心 也必侧而听他们的祈求 那么训练还能够得到另外 神的恩典是什么呢 前途蒙神代理 前途蒙神代理 在诗篇二十五篇第九节 经上说 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 将他的道教训他们 他必按公平来引导他们 这些谦卑的人 第三个是 一生蒙神扶持 诗篇一百四七篇第六节说 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 将他的道教训他们 这是一辈子的事情 然后再不然是重视可以靠神喜乐 以赛尔夫二十九章十九节 谦卑人必因耶和华 增天欢喜 谦卑人必因耶和华 增天欢喜 我们的心中可以总是有喜乐 再不然是真正得神谈主 因为真正在属灵上谦卑的人 虚心的人 耶和华说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 他在天国就是最大的 我们不必去争 不必自己去求 耶和华自己将这个人给升高了 最后我想请 我想请大家读一段经文 弥加书六章八节 请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弥加书六章八节 弥加书六章八节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欲好圆明 纯千人的心 与你的神同心 我们再把 从只要以后 这段经文再读一遍 只要你行公欲好圆明 纯千人的心 与你的神同心 纯公欲好圆明 纯千人的心 与你的神同心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你起地头祷告 现在天父我们 身为你的儿女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 诸般属灵的福气 更赐给我们在今生各样的恩典 但是也求你帮助我们 在你面前 能够谦卑 能够虚心 就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 我们应当于他的心为性 他是虚极 他是盗工自己 他是辅救卑微的人 他是成为人的样子 主啊 他亲自做了我们的仆人 兄弟让我们来效法他 春着千变的心到你的面前 也春着千变的心 来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 兄弟用我们 作为你千变的仆人 兄弟用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归荣耀给你 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师父 广告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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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